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他有存在感的前任 有時候是感情的一大殺手 有一個男生他向網友求救 說他自己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 偷拿了女友的手機 然後刪除了對方前任的line 女友發現以後怒不可惡 說要分手 要不然你給我五十萬 引發兩派網友的論戰 那麼這個新聞 請文婉再跟他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最主要是這個網友 他在這個網路上面 他發出了SOS 他說怎麼辦 我女朋友因為我 沒有經他同意的狀況底下 我承認我刪了他的line 他跟前任的line 就是可能那個聯絡人的資訊 刪了之後 後來他第一時間就跟我講說 他要跟我分手 不然就叫我拿五十萬現金 來解割就對了 他就覺得說天啊 那我本來已經要買遊戲機 跟他賠罪了 可是他說沒有feu 他不接受 他沒有誠意啦 所以他就是要五十萬現金 好 那他就說 那到底這個來龍去賣是怎麼回事呢 他說老實講 在他刪之前 他已經有跟他女朋友說 其實他是很在意 他手機裡面還有前任 跟前任的聯絡資訊 那甚至還有 可能還有在聯繫 他已經跟女朋友說了 可是他女朋友不為所動 反正就一樣 一樣做他的就對了啦 反正就留著 他有把他抓到 移到隱藏區 但是沒有把他刪除 對 然後後來就移到隱藏區 但是這個動作 老實講 這個男生其實都看在眼 有你注意 因為這是他建議的事情 結果他就趁他女朋友 不注意的時候 就把他給刪了 那這個動作 他女朋友就怒嗆 然後聲音 河東師 氣到不行 而且就堅持 我剛剛講的那些條件 分手 不然就那個五十萬現金 那就像剛剛講的 就引發網友的兩派的 這個激烈的那個論戰 那有些人就講說 像這種就分手就算了 哪有那麼獅子大開口 就很多 那有些人就講說 那你是不是雙重標準 你的前任你都有刪掉嗎 那在這些很多的 網友留言當中 因為各有支持者 有一個我覺得真的最棒 我覺得他突破了盲場 怎麼講呢 這個人講說 沒有 你沒有覺得嗎 該分了 這個女朋友就不要了 他既然提分手 你就順勢就不要了 怎麼說呢 那代表什麼 你很多的我們聯絡人 不要說鄭大哥 我們一年才聯絡一次 有我女兒 如果把他聯絡人刪了 我會發現嗎 我第一時間不可能 可是他這個女朋友是 他第一時間 就是說你為什麼把那個 我前任的那個刪掉 那代表他第一個很注意 或者甚至他們聯絡是密切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你就要看破了 不然然後可能你前任 你隱藏去什麼就算了 怎麼可能 一句請教你 你的前任 你都會把它刪除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那你的手機裝得下嗎 手機裝得下 那是數位好不好 在雲端 雲端 沒有 我覺得這種事 就是你要防 防不掉 就是你切斷心 就算你切斷的這個聯絡方式 你如果切不斷心裡面 對他的思念還是沒有用 就像那個Tag剛剛那樣 沒有沒有 那也是很重要的表徵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 我們這 出家人 我們修行在看 我是真的很重視心裡面的修行 我覺得這種表面功夫 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所以我留著 我沒有聯絡 我也不去看 那你的女朋友要是要你看到以後 要你把它刪掉 就刪掉 因為那東西對我來說 沒有意義 只是說對我來講 因為它沒有意義 所以我不用特意去做這個動作 我如果去做這個動作 表示我很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不做 欣賞有留著嗎 我其實有男朋友的那個時候 都還沒有手機還是怎麼樣 都結婚18年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分享就是說 他是不會刪除他的前任 都不會刪 我說那然後呢 你們會聯絡嗎 也不會 可是有的時候你知道 你們知道就是譬如說Instagram 他傳 就是以前他前男友 傳訊息給他的時候 接下來的話 你去他的那個對話框 你就看到說他幾小時前上線 他幾分鐘前上線 或他上線他的那個頭燈 就是就會綠綠的那個燈 表示他上線了 他就要看那個 這樣不行 我說你看那個 誰要衝一下 他就說 我只是覺得他好像沒有完全 從我的生活中離去 然後我可以掌握 他說原來你幾分鐘前 幾小時前 一秒前你在這個線上 我會覺得好像 我在跟你同一個時空裡面 一起呼吸著 是這種感覺 我就說我也覺得你這樣子 你又走不出來 他說也不是 就是一種安心感 就是這樣 這個人會刪嗎 我會刪 但是我刪的會再加回來 你好爛 那怎麼可能加回來 可以啊 真的就沒辦法加回來 他還要喝一碗 他會戒酒 然後再酗酒 就是你會想說 當下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情緒的問題 可能 因為真的還是會捨不得 但是你在分手的時候 一定是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 才會是要分手 我覺得很少有那種 所謂的和平分手 我真的覺得 真的嗎 我沒有很相信有和平分手 怎麼會和平分手 和平那就在一起就好了 為什麼要分手 一定是中間有一些小小的摩擦 在這個摩擦的過程當中 那就是彼此刪掉彼此 可是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彼此都冷靜了 覺得其實事情 沒有這麼的嚴重 我就會再去把他加回來 我就會主動把女生加回來 如果他不願意加我 那就算了 加回來幹嘛 就是偶爾 你是看說 幾分鐘前上線 然後呼吸同個空間 沒有 你真的就會想說 因為曾經在一起過 你真的會想要知道 他的未來是怎麼樣 還有 還有 有些朋友 這樣留了幾個 一個 我真的也有朋友像Tag一樣 就加回來 我也是問一樣的問題 我說你加回來幹嘛 也不能聯絡 也不能幹嘛 他說你不懂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大頭貼會換 他會常常點進去看 他的大頭貼換成什麼樣子 然後有些人還會下面寫一句 他的人生隔言有沒有 然後他的人生隔言一變 他覺得他最近的心境怎麼樣 他就感覺是follow他的 知道那個不一定要講話 他就會留著 然後還有一些剛提到隱藏區 我就不懂你不愛三 然後你又要自欺欺人 像這個那個女朋友 就是把他弄在隱藏區 因為我要替為你 因為要給你一個交代 我自己還要保留 可是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我一個女朋友 後來差一點跟他男朋友 就是分 就是很嚴重的分手 也是因為他居然發現 他男朋友自創隱藏區 什麼隱藏區 他說他們其實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就甜言蜜語你知道 然後每天是不是都會有什麼訊息 LINE然後有傳簡訊這樣 他男朋友有習慣性 把他的簡訊全部開一個資料夾 放在 沒有 他就是放在一個區域 就是裡面是一個資料夾 那裡面一千個就是一個資料夾 一千個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有一天 你知道女生就是很奇怪 就一個很怪的那個第六感 他覺得他知道他男朋友 有這個習慣 他每次都好甜喔 而且到幾千了 然後男朋友就跟他說 說金乃津第三個一千了 所以他們交往每年 他就留下來 後來他覺得 有一天他就看他的手機 不對 為什麼多了一個一千 那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懂我意思嗎 一二三有標記 那個特別看起來特別特別怪 不得了 一點下去 完全跟他 他沒有看過 就是不是他們往來的那個訊息 他就知道 他沒有一定背叛他 很火盪 然後就也是爆炸 叫他給一個交代 結果他的理由 我認為我聽起來是理由 可是當下我還是勸他說 那你就你相信他 他愛你的話 你就不要再追究 他男朋友的說法是說 那個是他跟他的前任 他其實就是有留下來 他們之間的對話 那那個是他青春的痕跡 他覺得他不是 他不是懷念這個女孩子 他是懷念他曾經有過這段 青春 就像有人會把以前的情書留下來 放在鐵盒子裡面一樣 那當然那個 我那個女朋友說 彎姐 那你不會很氣嗎 可是我當下我覺得 我應該不能再去火上郊遊 我就當下講說 我不會 他都放在一起 我就說還好啦 其實他只是一個回憶 你就不用放在心裡 但是我跟你講 我私底下心理的聲音是 我真的很爆氣 我跟一個莫名其妙一個人 放在一起 一二三四 然後一個格一個格 那代表你真的是忘懷嗎 那Tag再請教 如果你的女朋友 在他的手機裡面 都留著前男友的聯絡資訊 我會看狀況 我假設被我發現了 我點開來 我會去看裡面的對話 還在 如果對話是很正常的那種關心 我是可以接受的 什麼叫做正常關心 就是要你最近怎麼樣 但是如果天天 我也就覺得不ok 可是如果 因為現在都會有所謂的回收訊息 如果他回收我也回收 他回收我也回收 那就是有鬼 就是他們可能講完話之後 立馬就回收彼此的訊息 那我就會請他把這個前男友刪掉 因為這一定有問題 他如果不刪呢 不刪 那是青春的記憶 那我就也去弄幾個 我就會跟他好好的溝通一下 就是說那你有尊重我嗎 因為我可以很明白的把手機給你看 但是我 你自己不是剛剛說 你都把它加回來 你自己就可以啊 別人就不行 你看 你怎麼抓到 我加回來 我怎樣 我加回來 但我就是只有 我也沒有傳訊息 這只是緬懷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傳訊息 我沒有回收 傳出去我也沒有回收 而且他也沒有把我加回來 那是重點 就是我加了他他並沒有 他只是留著 他也沒有傳那個訊息 都沒有 你說他只是留著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OK 因為很難保會有 人生會有什麼樣的意外 或者是什麼 對我覺得這個我是可以接受 但如果是回收訊息太多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天真 真的要跟你知道 有一種功能是 可以把對話全部刪掉 沒有回收 就裡面夾子 裡面是空的 對啊 就是每一次 他講完就整個就刪掉 就為什麼要回收呢 而且他有個軟體 好像是你 這TAC好像對著手機功能 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熟 這樣很容易被女生糊弄 我要這樣講出來 我是不是 搞不好他刪了很多 我等他加文婉姐的爛 那米文綺你會 那個前男友的訊息 會留著嗎 還是會留著 可是就是因為小時候 真的比較幼稚 真的都會刪掉 然後可是就是現在慢慢長大 小時候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不只一個 不是 就是以前 我覺得三 其實三人家聯絡方式 是一件很幼稚的行為 因為你不覺得就是 搞不好你以後長大 還是某些場合 你總是會遇到 因為人長大 朋友一定會越來越少的 那這些 你以前已經花那麼多時間了解的 搞不好就是 久了以後 你還是會有用得到的地方 掉頭寸 就是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可能是掉頭寸 借錢 會看啊 就是看他到底 你要看什麼 因為他有時候講的 是那樣一回事 然後我想要看他 就是真的 真的做的時候 就是好 我前男友就是說 他跟他前女友都沒有任何關係 我說真的嗎 然後但有一天 我就無聊打開他的訊息 發現他跟他前女友 在講什麼電腦 錢的東西 我就整個火很大 然後半夜把他打醒說 你說沒聯絡 那你現在是怎樣 講電腦跟錢 哪是又不是談感情 他就跟我說 我們有些事情沒有解決 然後就是可能在 就是說什麼 之前跟他借錢買電腦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好 好 好 就算了 因為他真的就 除了那個前女友以外 他其他的對話 你就打人家巴掌 睡了一半 你巴掌 這麼好了就算了 沒有 就是我覺得 沒有啦 感覺我放過你了 就 對啊 因為真的沒事 你再咄咄逼人也沒辦法 你都打人家 對 好妙喔 所以你有看他手機 有 還是會看吧 說不看都騙人 那你看男朋友手機 男朋友會生氣嗎 好像不太 不要讓他知道 就不會生氣 不要讓他知道 對 大家就生氣 妳看了以後 把他巴掌的果然都癢不起來 可是他這也不對啊 他自己是可以連絡 你巴掌下去 不要打 沒有 我沒有看你手機 我只是巴他而已 沒有 那你允許你男朋友 看你手機嗎 可以 其實不行 因為我這個男朋友 對男朋友可以 男朋友對你不行 可是我的男朋友很過分 他是 他其實不是看我手機 他是登錄我的電腦 然後看我FB的那個訊息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就跟 一群朋友去參加那個 像音樂季的活動 然後我們就穿得比較辣 然後 然後你那個發照片 然後就會有男生 就可能看到你這麼辣 就會命你說 今天穿這麼辣喔 好想躺在你什麼什麼 滴罩杯上面滾啊 就是那個男生 就講話比較變態啊 然後我也知道 他講話就是這樣 我就說 你真的很變態 異性好友這樣講 對 然後我男朋友 就超生氣說什麼 因為對方也算是公眾人物 就說 你們兩個真的不要臉 夠男女 我要爆料給記者 毀掉你們 然後我當是火大 我就覺得你 第一你看我訊息 就很沒禮貌 然後第二 你竟然想毀掉我 你這個人是有病 就交往 在一起三年才發現 他人格有這麼可怕的一面 就覺得 趕快就是分手是對的 對不對 有些東西真的是要 那叫善情 才會知道他這個人是怎麼樣 沒有 問題 你把法官 你把判官說 我這樣要不要分手 你要講清楚 也許你在對話裡面 會不會真的出了那一句 你很變態 會不會讓他覺得 你在打情罵俏啊 可是他就是朋友啊 那如果你朋友來稱讚你 然後跟你揶揄一下 那你要怎麼回溯 說你這個下流的東西 刪掉嗎 其實不會 我的意思是說 就要看你們的對話 如果你是很單純的 有點開玩笑說 你不要那麼變態 有沒有 或者你就說不行 能躺了之後我男友 為什麼 會 我懷疑是天蠍座 你一定是天蠍座 能躺了之後我男友 其他人都不行 你很厲害 就過了嘛 所以我才說 要看你怎麼回答 為什麼他會這麼生氣 一定是你要到 那你要跟他分手之後 他有來跟你道歉嗎 有啦 有小道歉 可是他 我最後還是分手 但他不到一個月 他就先比我驕傲 交到女朋友